刚刚闭幕的第十一届全运会给人们留下了各种精彩的历史瞬间 其中游泳项目中频频出现的超世界纪录亚洲纪录的好成绩 让人们又次见证了张宁刘子哥作为中国游泳男女领军人物的实力 但是在这些精彩成绩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艰辛 他们又曾经走过怎样显微人知的心路历程呢 今天的节目就来走进他们 首先与我面对面的是游泳运动员张宁 张宁1987年出生北京人 国家队游泳运动员 曾获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亚军 2009年罗马游泳世锦赛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 第11届全运会三枚金牌得主 在第11届全运会上 张宁参加了游泳四个单项两个接力项目的比赛 赛前曾被预测有可能是夺得金牌最多的选手 最终张宁收获了三金两银一同的成绩 当你看到最后这三枚金牌的时候 我不知道您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觉得挺平淡的 因为我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全运会了 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有一个第八 第二次参加全运会是收获三金一银 这是我第三届参加 就是一届比一届收获的比较多 赛前的这些预测对你有压力吗 别人只是别人说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拿六块金牌 然后所以这次比赛 其实我从内心想的是 如果我还能拿三块金牌的话 就已经很满足了 这是你之前订的目标是吗 对 其实我在游四百两百的时候 我也在嘀咕 我觉得我也怕输 我也很想拿到这块金牌 但是我到了一千五以后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我说只要你努力的去把自己的东西发挥了 输赢并不是关键了 那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你的心态 你要从中学会一些东西 谁会学会我如何看待这样的比赛 我觉得这样一个教训 对我以后的人生 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比如说遇到什么事情 可能这些东西你舍了 自己就会有一个很平静的戏探 因为我觉得这个 那个心态对我来说就是一道坑 一千五百米自由泳 是张宁在这次全运会上的最后一个项目 作为该项目的夺冠热门 张宁紧拿到了同盘 但是在后半层的比赛中 你的成绩并不理想 特别是你主攻的一千五字 其实如果说 真的说如果我赢了这场比赛了 我